2月4號我提的車 然後3月5號那天我洗車的時候 發現主駕駛車門下面的迪卡那一塊 掉了兩大塊,詐欺了 我去找3S店 然後他們明確的答覆跟我說 這個車漆肯定是後噴過 但是我這邊也沒噴過 他那邊也不承認他們噴過 在我行車過程中 我也沒有把車進行過外界 一直都是我自己去開的 我這邊訴求就是退車 我不可能我說我花一個新車的價 我去買一個噴過漆的車 我們看了一下 確實是有個補漆的情況 接受這個情況之後 我們開始內部調查 所有當時交付的視頻 包括整個物流的一個調查報告一看 證明我們這個車在交付的時候 是給他一個完好的車 但是客戶不認 不認可這個結果 說一次要起訴我們 甚至說退一發三這種 證據已經充分的證明 我們這個車交付給他的時候是完好的 而且我們也提示他了 說這個現場的時候你沒驗車 但是我沒仔細看 就是如果自己遺忘了 比如說曾經把這車借過人 或在外面修過 這種我們也願意去幫他把這個 進入申請給他打個折 去給他做一個修復 但是呢 所以現在這個事兒就是挺難的 就卡在這兒 走司法程序或是堅定的 我們一定會全力配合的